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王满玉之前刚刚参加过亚运会的比赛 状态应该保持得不错 王满玉还夺得女单冠军 状态自然就不必多说 下半区丁宁 陈梦应该是两位实力最强的球员 但是丁宁在早些时候女团比赛 爆冷不敌18岁小将张宾月 也是能看出她的状态 有一些起伏 陈梦之情亚运会输给队友遗憾多云 舞阳和冯亚来虽说看起来实力稍弱了一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机会 只要一球一球的打 一分一分的拿 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男单的种子选手借位表出炉以后 看点就比女单少了很多 因为龙队 大马以及小胖接连退赛 男单的这块金牌含金量 也会比以往稍低了一些 但是国平林高远和王楚清也迎来了夺冠良机 男单上半区的种子选手有王楚清 林高远 刘丁作以及王楚清 下半区的种子选手是方博 周喜豪 周凯以及延安 期待各位国平球人都能在全季赛中有着好的表现 届时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 感谢您的关注